7月20日晚 一人马俊伟、胡定心、肖正男、马国明 及动灵美女米雪等一众演员 在尖沙嘴拉斐特出席TVP剧集 《攻心计2》《神功计》《沙克晚宴》 共生改一、生功改一 耶 众演员各自分享了半年来的拍摄卡 感受和当中发生趣事 米雪姐说起剧中被马俊伟追杀的气氛时 一脸得意可爱的表情实在是太多人了 我可以说没有人跟我演对手戏 我就是演一个 就是马俊伟 就跟他一起 他因为一开场 我就一个人在一个大宫里头 就他进来就要杀我 就这么简单 就杀来杀去也杀不到耶 肖正男表示 有一场水中脱光上移的戏份 原地2月初拍的 但直至6月底才开拍 而为了在戏中展露自己的好身材 令他足足半年都不敢吃饭 但看到拍出来的效果那么好 虽然有些怨言 但感觉还是很值得的 我只有半年都没有吃饭 不过也好 对我的身体也好 我在横店也练了 有一些 有一些腹肌可以看一下 胡定欣在横店拍摄期间 也惹来一个绯闻 这个绯闻也让一旁的马俊伟 给在场记者们演了一出好戏 他说我的是新的男朋友呢 把他拿过来 拿刀来 没有了 所以他有来吗 他今天 就有了已经来了 他敢来啊 谁啊 叫他来